明明通 明明通 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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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晚安 非常感謝 每天下午6點到6點半 持續收看台股理財通 這個節目代表明 我是李春華李老師 叫我準備收聽陳通全 陳老師 大家好晚安 那今天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轉折點 投資朋友 我在前上個禮拜 在禮拜四開始我就跟你講 在台子期 禮拜三結算之前 一定是 幾乎最高點結算 那今天來講 台子期8242 最高的825幾 所以幾乎也是最高點了 那這幾天 每天拉尾盤 每天拉尾盤 從禮拜一 禮拜五 禮拜三 連天拉尾盤 我說這個就是外資的做法 那外資這樣做 到現在的結果 到底是怎麼樣 那以目前的情況 又是怎麼樣 我們先從國際股市來看 來 這是今天國際股市 國際股市 來 我們看一下 已經開始多空分歧了 你看大陸股市跌20點 還會跌1%左右 韓國股市漲20點 漲1%左右 日經開低走高 恒生小漲 那我們台北股市今天是跌1點 來到8258 8258 當然 這個月如果說你做空的 也是很慘 那這一波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是不是跟各位投資朋友講 外資是一個最大的關鍵點 外資 我們來看一下 在7月16日的時候 我跟各位報告說 外資 前兩天 這差兩天的買超 508億從7891來到8254 好 重點來了 來 注意看 這一波的高點是8260 8260 好 那我昨天跟各位報告的時候 我說高點是8254 對不對 這兩天的過程 大盤以高點來算 漲了6點 起6點而已 大盤起6點 他都頭去買半 那這兩天的外資呢 今天買了70億 昨天買了60億 一天上來買了130億 外資買了130億 大盤只漲了6點 關鍵在這裡 關鍵在哪邊 這裡來講 我之前跟各位投資朋友報告了 這裡有一個 賣了1700億的外資 跌了500多點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人在買 然後外資這幾天 真的是拚命的買 你看 508億 加上130億的話 從789億開始起算 到8260 這樣子 短短300點的過程當中 外資在台北股市 已經買了638億 將近640億的空間 但是這幾天來講 來我們以這幾天 我們以這個1234 這四天的過程 如果說這四天的過程 都在8200點 這邊晃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外資來講 已經買了200多億了 這個盤都沒有往上漲 我現在講一種道理 這四天嘛 每天就開地走高 開地走高嘛 這四天的過程當中 結果外資這四天的過程 買了200多億的台股 結果都在8200點 這附近做正當整理的格局 就代表說這裡已經有大咖 已經開始在調節了 當然這個調節的力量 會不會比上外資買差的力量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的是 美國股市在今天明天 博蘭克的講話一定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關鍵地位 當然8月份的台子期 明天開始的時候 跟我們的現貨來講 價差 那麗加高達117點 117點這個價差 是不是會像6月一樣 7月台子期跟6月交接一樣 價差100多點 明天一開盤就要開始大跌 有沒有這個可能 不能說沒有可能 但是就我們的指標來講 明天就會轉成空方式了 我要向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先從我們今天的指標看 今天我們的指標很簡單 今天怎麼做 這裡買就好了 最低8205 是不是來到零軸 我們請問人會買8215 我怕還是賺錢 怎麼買還是賺錢 雖然賺不多 後來8242 但是你看買在這裡 是不是最安全的 今天其實是幅度不大 但是你看是不是零軸買 多方是零軸買 還是一樣賺錢 還是一樣賺錢 那這一波呢 你看走到這裡 七天的時間 這一波 你如果做空檔 真的是怎麼做怎麼輸 例如說你做在這裡 你做在這裡 不然是真的 你空檔不會贏的機會 做在這裡你要補喔 這在這裡你要補喔 不然你都不會贏的機會 但是你看我說79 這裡是一個買點 這裡是不是零軸是個買點 這裡是個買點 這裡也是個買點 這裡今天也是個買點 所以你看這一波七天的過程當中 你如果要做買單的話 這個是個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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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買點 裡面揍一口 揍一口揍一口 我說這三次就好了 以今天收盤來講 至少賺了六百多點 各做一口單 做三口單 可以賺到六百多點 因為這一筆可以賺三百多點 這一筆也三百多點 這一筆來講的話 也賺了不少 賺七八十點有 這裡 有沒有 所以說這整個過程 來這裡 那這一張圖 這裡先跟你講了 以8216算嘛 309嘛 7921 8216算295點 8173六 43點 那你在824再以42點來看的話 再加個20點好了 再加個20點 三米加20點 那這樣是快七百點了 你做三口可以賺到14萬 至少很簡單 又讓你賺大錢 好 很簡單又賺大錢 那今天來講 8月台子其實賺 因為我們的系統是一近月算 所以 來我們看一下 8157 現在我們零軸的位置 是在8157 你注意看 不對 8222 在這裡 零軸來到8222了 所以 明天一開盤 以接近月來講 我們的台子期 就會轉到空方式了 老師這樣太準 不會不準 我們的系統用了好兩三年了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已經調整過了 因為 我們的資訊 你說 一個計算的過程當中 一定是有一個一致性的資料 我們這個一致性的資料 就是台子的禁月 那台子的禁月 我們以 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那麼遠的資料 就是說 在 7月份應該是 實際上來不及 反正就是說 現在明天 以8145 8月台子期間 差不多是8145左右 明天一開盤一定是空方式了 綠色監頭一定會出來 所以說 因為令價差高達100多點的過程當中 明天台子期 以我們的文中波段指標 就會轉成空方式 那空方式 我們就照著空方式的邏輯去操作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這個令價差100多點 為什麼會100多點 然後老師 8月是不是又出全息 沒有了啦 7月份來講 來到這個位置來講 大的股票 大的除全期其實這個月已經慢慢都已經 已經開始再出息了 所以8月份來講 其實已經沒有那麼多 大型的股票要出息 對指數的影響已經沒那麼多了 所以117點的令價差 其實最重要的是 有些人看8月份的 從下禮拜開始 就是從明天開始 也許對一個大盤的變數來講 已經很多了 所以令價差那麼大 那再從我剛各位報告的 整個外資 在買這4天的過程當中 買了200多億 台值現貨來講 根本就沒有前進 就在8200多點 這附近在那邊晃而已 代表說 這裡已經有實質的賣壓出現了 所以這裡來講 投資派 禮拜三禮拜四 柏蘭克的講話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關鍵點就在美國股市 這一波台北股市 都要往上前進的過程當中 最重要的是 美國股市 要能再創歷史的新高點 因為目前 美國股市 離歷史的新高點 其實應該不到100多點而已 美國股市 如果能夠再創新高來講 台北股市 絕對又再往上噴 如果沒有的話 應該在這邊做一個正當整理 如果他道瓊在這邊做正當整理 台北股市也會在做正當整理 因為外資雖然在買 但是這裡已經有在這一波 外資殺的過程當中 買進了這些持股 在這裡已經開始在做賣出的動作了 所以這裡來講是多空交戰 所以在這裡來講 操作要小心 我只能跟各位報告 這裡是多空交戰 當然就先行來講 還是多啦 我們就有一個中軸的線的立場 支撐中軸7962 從7663漲到8260 這裡沒有破 中多格局還是在的 那現在月線來講 已經穿越了半年線 但是月線有沒有穿越 這條四季線的位置 所以還沒有真的黃金交叉 那第一個支撐點就在這裡 8057 這一根 這一根就是第一個缺口的下緣的部分 這個是很重要的支撐 那這一波上漲17天 留意第21天的轉折 沒有幾天了啦 今天17嘛 18、19、20、21 差不多在下個禮拜二、禮拜三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轉折 就會出現 那這個禮拜三 今天晚上跟明天 博蘭科的講話 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大盤大概就這樣子 那股票的部分 我們陳老師很簡單 昨天健翰兩升漲停板 今天還是在創破綻的新高點 那會有賺錢 好高興 那今天呢 我們手中 你買了一檔股票 這叫新蘋果概念股 也是兩天 漲了兩次的漲停板 這支股票為什麼會去漲停板 因為今天有一個報告說 蘋果iPhone5s要延貨出對不對 所以說風海、熱馬 還有那個什麼 核碎打到跌停板 很恐怖 不過我們陳老師說幾句 當這些股票在幕後 新蘋果概念股就會崛起了 而這一檔 我們代會員買進了 兩天漲兩支漲停板的股票 就是未來來講 新蘋果概念股的崛起 從產業面的邏輯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為什麼可以這樣說 蘋果概念股 文章老師把他規定 說得這樣 叫做蘋果概念股 對不對 叫蘋果概念股 已經 不要說沒機會 你說要再蓋 也是很大的壓力 但是新蘋果概念股 在叫蘋果概念股 沒機會的時候 新蘋果概念股已經再崛起了 而這些崛起的股票 一般來講 都在中小型股票比較多 對不對 大家比較容易忽略 比較忽略的 那些中小型股票 如果說 這個概念真的崛起的話 這些股票就漲停漲停 你會賺不停 所以我們先進廣告 下一個單元 你不能離開 一定要留在位置上 公共都會看沒關係 看看台灣陳老師怎麼跟你說 新蘋果概念股 天天山海和湯 逐圍捷運戰前 水岸第一排 原力水紀元 我是江蕙 我在水紀元 運達頭顧林老師 龍鑽系統 期貨加上股票 瘋狂體驗價 02-2781-0909 運達頭顧真心照顧 02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林老師 龍鑽系統 期貨加上股票 瘋狂體驗價 02-2781-0909 運達頭顧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林老師 龍鑽系統 期貨加上股票 瘋狂體驗價 02-2781-0909 運達頭顧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4G上網最高速度達100M 您會發現令人驚艷的極速飆網 4G分享器大力圓 提供多人同時Wi-Fi上網 全球移動創造4G上網新生活 4G上網只要99元起 金翜 歡迎大家來到節目現場 來我們先看一下健濤 你看今天是不是川闊波段新高 這樣股票 我們程老師跟你們報告一下 來 對啊 健濤 今天再創破段以來新高 但我相信我們會員應該很高興 這個沿路過來都有辦法大貪 現在重點來了 投資朋友 在今天這個大盤出現 比較震盪的一個走勢架構當中 我相信如果投資朋友手上 有4G相關概念的個股 你會覺得走勢真的越來越分歧 這裡有一些中小型個股一熄火 哇 抱歉 今天大盤在這個震盪整理的過程當中 你的股票很有可能 會慢慢往下做沉淺 反而在中大型的個股方面來講 機會是越來越明顯 就像我們會員手上的劍漢一樣 今天再度創下波段來新高 那為什麼漸漢它會一直在往上做 這個飆升的一個動作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外資手中持有的一個 庫存所會實在太低了 有多低以來 所以昨天我們一直在跟大家報告 外資目前持有漸漢大概只有5.6萬張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字卡的一個部分 只有5.6萬張 持有的一個比率大概只有17.25% 天啊 連兩聲都不夠 所以最近一直在做強補的一個動作 不然在昨天單日買進這個漸漢 就高達2000多張 今天再買600多張 沿路趕快做積極的一個回補 當然漸漢股價短線上面就創了 這15個月以來的一個新高 那往上在漲升的過程當中 當然這個目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 如果手中有 跟你兄弟大賺 跟著我們會員一起賺錢喔 那未來目標的一個部分 投資朋友要特別注意喔 因為照以往漸漢的飆升的一個模式 不好意思喔 法人的一個本益比評價模式 在這裡面是不適用的喔 這個昨天我們特別跟大家提過 這網通裡面漸漢 算是一檔很奇特的個股 這本益比的一個飄動的幅度非常的高 那既然本益比的一個模式 沒有辦法去做有效的一個追蹤狀況之下 再下來你就要去隨時注意一下 外資在買進跟賣出籌碼的一個動態的追蹤喔 這是相當的一個關鍵喔 還有在整個產業基本面上面的一個變化 那一旦有最新的一個變化 我們會隨時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的一個動作 再來 拉回來主軸 主軸今天要跟大家講蘋果概念個股啦 新蘋果概念股 那要講新蘋果之前 我也要講一下舊蘋果的一個部分喔 我相信今天很多投資朋友 這個心情可能真的不是很好 尤其是手上有舊蘋果的 比如說像是在這個4938的核溯 這次今天核溯股價的一個走勢 你看有鏡頭 跌停板 對 跌停板就算了 還剩6287張 所有6000多張 爆打量 對 還爆打量 下跌爆打量2.5萬張 這個股價也創下 這個最近一個月以來 相對應比較低的一個低點 就直接一直長黑爆量 就收跌停 那你說建漢 這個核溯為什麼打跌停 很簡單 這個目前市場上面 大家都在傳說說 這個iPad mini 這個很有可能 這個要遞延出貨 跟這個iPhone一樣 那發這篇報告的 一樣也是外資 叫美齡證券 投資朋友在明天報紙上面 應該就看得到了 這相關訊息它就會出來 我說實在 外出英文都是這樣 鉤票抬後 再告訴你一個利空消息 這個利空消息出來的過程裡面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看到這個 盤中如果財經台 有在播的過程當中 應該怕到股票開始 拿著就黑不得了 那其實我們要提醒投資人 這舊蘋果概念個股 股價在走所謂技術形態的 一個修正的過程當中 其實如果有機會回到 投資價值的一個部分來講 我們反過來會認為說 這下提過程當中 是創造一個很棒的一個集會點 那當然要講到這個舊蘋果的同時 我們要特別跟大家提醒一下 在最近只要你看到舊蘋果大型的 像河碩 像鴻海 這股價在走修正的過程當中 短線上面投與保守觀望的一個眼神就好了 好不好就先看看 看瓦珠在籌碼的一個轉換的一個動作上面 人家怎麼做的 再來我要跟大家報告 新蘋果的一個部分 在今天早上節目當中 我們還特別跟大家提 今天這一篇的一個新聞一出來 我說實在殺到很多的股票 全部躺在地上 叫改規格iPhone 5S 延到年底上市 我們去講這一篇新聞 真的害到很多投資朋友 第一我要告訴投資人說 這一篇報導光這個iPhone 5S 就很不專業 在報導裡面指的是 高階版的一個iPhone 高階版的一個iPhone 那高階版的iPhone 我記得代碼不叫iPhone 5S 應該叫iPhone 6 iPhone 5S應該是平價版的一個部分 不專業就算了 不會死啊 我們必須講 這真的有點亂寫的感覺 亂寫的過程當中 造成一些很多蘋果概念個股 比如說像鴻海 何碩 林勇 齊邦 全部往下打 我們現在打過程裡面 我們在今天早上節目裡面 特別跟大家強調 新蘋果的部分聚焦重點 你要放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是4G LTE的一個晶片組 更來NFC行動支付的功能 還有指紋辨識的一個功能 其實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一直跟大家提醒說 iPhone 5S為什麼會延後出貨 這個新高階版的一個iPhone 為什麼延後出貨 明明前幾天新聞報紙媒體上面 還寫得翻臉 告訴你說 來 這個前幾天 上個禮拜三而已 上個禮拜三才告訴大家說 新iPhone快來了 鴻海擴大招工 現在換口機啊 這個就是媒體 這個就是媒體 然後再往前一點 投資朋友 拉貨在即 蘋果供應鏈強力反彈 這7月11號的一個新聞 怎麼會這樣 這個變得很快 那變得很快的過程當中的話 投資朋友 反過來你就要去思考一個重點 哪一些小型的 蘋果供應鏈的個股 是大家不知道的 法人現在手上沒有的 未來會強制做回補的 你要往這方面去做搜尋 你才會找到說 在第三季裡面 產業會有面臨到旺季效應的 那其中我們在做觀察的過程當中 我們精選出來兩檔個股 有一檔 在這地方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有一檔個股的話 在今天 來 到這邊我找一下 來 早去哪裡 好 別家 有一檔個股 這一檔 這一檔個股 今天供到漲停板 兩天兩支漲停板 我們會員手中 已經持有的一檔個股 那為什麼我們會去注意到這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最主要 它非常有特色 第一 它是蘋果指定的數位音訊測試廠商 什麼叫蘋果指定的數位音訊測試廠商 每一支的一個iPhone 不管你是高階版或低階版 或者是iPad mini 然後不管你是什麼產品 你只要做出來有麥克風的 有音效的 蘋果都尾由這家公司來做這個 所謂的音訊測試的一個部分 另外最近很夯 這個POSE系統 工業電腦 像什麼飛結 什麼正業電 有沒有 這個POSE系統工業電腦裡面 專用的顯示面板 這已經公司也有做了 再來最大的重點 在指紋辨識系統的一個部分 同志朋友 這一次的一個iPhone 這個報紙上面寫的 這個高階版的iPhone 之所以會出貨地眼 就來自於指紋辨識系統 這個廠商出包 這個蘋果原本旗下有些廠商 叫Authentac 去年剛做完併購 原本蘋果併購完是希望說 你可以給我量率比較高 能配合上我生產角度的這個 指紋辨識系統的一個晶片 沒有想到Authentac出包做不出來 做不出來這下麻煩大了 那麻煩大的同時 這家廠商竟然是我們國內 最大指紋辨識系統的製造廠商 出貨出給像誰 像這個惠普啊 Dale啊這種筆電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指紋辨識系統 那包含我們雙A的一個部分 都有在做使用 那這家公司就連續兩天 公出了兩支漲停板 當然我們認為後市 還有持續往上走標高的 一個機會點存在 那再來還有一家小型的 這家公司一樣 我們認為在後續會有機會跟得上 這一次不管你是高階版的一個iPhone 或者是低階版的一個iPhone 它的微機電麥克風 全部都是用三顆跟iPhone5一樣 都用三顆的一個微機電麥克風 做到降噪的一個功能 那這一家公司是全台灣唯一 唯一有個高階版的一家 擁有MEMS 微機電麥克風的一個 細製材的廠商 也就是它是全台灣唯一一家 有在做微機電麥克風的 目前也是蘋果供應鏈裡面的一員 那它做出來的麥克風賣給誰 像紅達電啊蘋果Nokia Dale 全部都是它的客戶權 這一波股價修正完之後 現在開始做出一個底部放量的一個動作 開始股價也要向上做攀升 那類似這種個股的話 投資朋友你都要好好把握這一次 舊蘋果正在休息 新蘋果出頭天的過程當中 股價正要做急速飆升的過程裡面 你要好好掌握到這一次獲利的一個機會點 因為這一次在整個蘋果相關的概念個股當中 你要找到第三季裡面 要直接在電子淡季過程裡面 要能夠做出強勢表現的很少 所以說我們法律精選出來的兩檔 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儘快擁有這兩檔的一個個股 是的 如果說你陳老師在講 基本面的過程當中 你是不是會發現一個現象 其實很多的股票 尤其電子股 在中小型股這一波 其實在大阪這一波修正800多點的過程當中 被修正得很厲害 那很多的資金你可以看得出來 去往金融去跑 尤其外資一直在買金融 那一些國內的我覺得中食物來講 都跑去買傳產股 所以最近有些傳產股的股票 都漲得非常的兇 但是這些有關電子股 這些中小型的股票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它會沒有變成一個 標股的機會嗎 尤其很多的股票都是 這一波的修正過程當中 重新都打到一個底部的位置 那從下半年開始 如果這些股票在未來的 產業前景來講的話 都因為某一個題材 它會受惠而且是勾門獨棄 然後我請問同學們 這些中小型的股票 你覺得它會不會漲停漲停 讓你賺不停呢 就是我們在選股過程的 邏輯過程當中 我們陳老師每天在想 幫我們會員找的股票 就是從這樣的一個邏輯來幫你找 劍漢這一波為什麼會大漲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市基 鴻海集團為什麼要加持它 這些都是可以領先領先其他人 在大漲的過程當中 當然最重要是漲 就一定要漲不停嘛 不然你買股票幹什麼 那我們陳老師幫你找 都是這樣的股票 從電子股的族群過程當中 找中小型股票 讓你漲停漲停賺不停 那一個對的策略跟對的方法 我們團隊會提供給你 不管期貨或股票 未來能夠在這個市場上 帶給你一個相當大的一個利潤 最後我李崇華跟我們陳村老師 祝各位操作順利賺大錢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警方暫停賺大錢 這輪也不認識 你应该选择安全的方式 开车不分心 你我都安心 交通部关心您 运达头部林老师 龙钻系统 期货加上股票 疯狂体验价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部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林老师 龙钻系统 期货加上股票 疯狂体验价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部永远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林老师 龙钻系统 期货加上股票 疯狂体验价 02-2781-0909 头痛 请用玉芬珠 吹记贴 请用记贴无分之 无分之 快够好 爸爸 老牌清理窗 真理复的是岛块 许米 小智子 大鼻 老牙 带 手 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